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拍僵尸片一或者鬼片的演员都活不过五十岁 二黄伊林 英年早逝 个个都没有活到五十岁 二黄指的是僵尸先生的两个编剧 黄炳耀 黄英 而伊林就是林正英 黄英是僵尸先生的编剧 这部剧作也是他的代表作 在当时 他与鱼乌鱼并列鬼王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运用鬼神为噱头来吸引观众 他一首操刀电影《僵尸先生》 一起鬼才风靡了大江南北 可是就在距离僵尸先生上映几年之后 奇怪的事情就频频发生 1991年 编剧王平耀在一帮去世 当时他在德国拍戏 谁料突然心脏病发 猝然离世 相隔仅一年 黄英则落到借高一代拍戏的惨境 最终竟被债主伤害 直到身体腐烂才被人发现 两人都是英年早逝 更让人意外的是 两人死时均不足五十 皆均是意料之外的事 彼时 据江师先生应期也不过六七年 而主演林正英似乎也没能逃避这个魔咒 在他45岁之时 也离开了人世 而他在临终前却跟洪金宝说 不要让人看见我的遗体 糯米黄浮金犹在 不见当年林道人 虽然江湖上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僵尸道长 可是关于他的传说却一直都在 1952年 林正英出生在由东方蜘蛛著称的中国香港 但在当时的五十年代 战乱才刚结束不久 有无数的难民逃去那里 人口激增 大量贫穷的人没有工作 那时的香港可谓是乱象一片 而当时的林正英或许是幸运的 他的家境虽然贫寒 但父母都是香港本地人 靠给别人做饭来挣钱 生活还算是过得去 但他也有不幸的时候 那时的家中共有兄弟姐妹六人 他排行老三 因为经济情况 父母的收入只能供养孩子们读两年书 林正英小学二年级刚读完 就辍学在家干活 直到1963年 因为家庭的贫困 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一季之长 刚11岁的林正英 被父母送去了金剧团学艺 拜著名金剧家粉菊花为师 成为了粉家班的一员 在当时的粉家班里 他的年纪最小 但他却是最能吃苦的一个 刚学艺半年 他便被派上台表演 远超出同期的师兄弟 而就在他学金剧的期间 因一个机缘结识了 影响他一生的大哥洪金宝 那时的洪金宝和林正英一样都在学习金剧 他们俩也因都是扮演武生的角色 而一较高下 不过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较量完后的他们成为了一生的挚友 直到1969年 那时的中国香港电影正处于转型时期 整个电影圈都被武侠电影主宰 这时 17岁的林正英也离开分家班 在洪金宝的介绍下 进军电影行业做龙虎舞师 也就是武打提升演员 在最初 由于他的身材娇小 所以经常被安排当少女演员的提升 直到他与李小龙相遇 才终于步入了正轨 1971年的一天 当时的林正英恰好与李小龙在一个剧组 一次拍摄时 李小龙有一场无打戏 他担心或许会伤到他人 便跟导演建议假踢 但当时在场的林正英也是一身傲气 对于李小龙的担心十分不屑 于是 他挺身而出 要求单挑李小龙 年轻气盛的李小龙也是果断应战 果不其然 李小龙一脚下距 林正英直接跌倒数米 但他仍旧面不改色继续迎战 接连挨了李小龙的三脚飞踢 事后 李小龙被他身上的顽强毅力所打动 于是主动找到林正英邀请他担任唐山大兄的武术指导 此后的几年里 他们二人又相继合作了金武门 龙争虎斗等多部电影 然而好景不长 1973年 李小龙突然离世 享年33岁 这让林正英一时间难以接受 但日子还要继续 可离开了李小龙的扶持 林正英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就在他处于迷茫之际时 他的大哥洪金宝再次失与元首 当时的洪金宝早已闯出一番名堂 他创立了《洪加班》 是专门制作动作电影的班底 于是便邀请林正英加入洪加班 担任武术替身和武术指导 这个举动让林正英永远铭记在心 之后的日子里 在洪金宝的帮助下 二人凭借默契的合作 将洪加班打理得越来越好 只要有洪加班当无数指导的影片 就必然有林正英的身影 林正英也逐渐成为了洪加班的骨干成员之一 到了八十年代 林正英也终于开始展露头角 逐渐由幕后转到了荧幕前 成为真正的舞蹈演员 1980年 林正英在标志着中国香港僵尸片开端的电影 《鬼打鬼》中客串了不快一脚 而后的1982年 因为郭英的武打功底和京剧功底 林正英又在《败家子》中担任主角 由他饰演的永春名师梁二弟 仿佛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般 他的永春拳法也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与此同时 他还在幕后继续担任武术指导 在第二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中获得了最佳动作指导奖 这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奖杯 而后的两年里 他接触到了各类电影题材 包括喜剧舞打片 恐怖片 林音片等 这为他后来的演艺生涯做了良好的铺垫 1985年 刘关伟指导的《僵尸先生》横空出世 上映短短28天就收获2000多万港元 票房大获成功 还同时掀起了一波僵尸片的热潮 由林正英饰演的毛山道长九叔 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在影片中 他画着标志性的一字眉 留着凉撇小八字壶 身着道袍 手持一把桃梦剑的道士形象至今无人超越 而这部影片的成功更得益于将喜剧与恐怖相结合 配合着出神入化的武打动作 让人又喜又惊恐 因《僵尸先生》大火 林正英的演艺之路也正式开启 在此后的1986年到1987年 林正英多次与导演刘关伟合作 再次创下数部经典僵尸电影 其中有僵尸家族林焕先生 在国内外都掀起了短暂的僵尸热潮 同时也引来无数人的跟风 林正英传统的毛山道士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但由于山寨模仿的影片越来越多 使得观众欣慰所然 再无人问津 林正英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愿僵尸片舊子断送 于是在1989年 他另辟蹊径 将西方的吸血鬼元素融入到中国香港的僵尸片中 由他自导自演的恐怖电影《一枚道长》 再次获得观众的认可 上映后的票房超过千万港元 为此后中国香港本土的僵尸片重新开拓了思路 在跌下来的1990到1992年当中 林正英先后拍下了十多部僵尸题材的电影 但由于情节都过于粗质滥造 这类的影片已经不再受观众的欢迎 林正英也逐渐退出了僵尸片的拍摄 直到1995年 亚洲电视的高薪聘请 请他出演电视剧《僵尸道长》 这部电视剧将诙谐幽默的民俗故事 和林影僵尸片相融合 又成功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林正英也由电影方向转向电视剧方向 与此同时 林正英也因拍摄这部剧 《与袁穹丹相识》 她因细意对温婉美丽的袁穹丹心生爱意 但林正英早前有过一段婚姻 早在1983年 林正英与前妻郑彬彬结婚 婚姻维持了五年多便亮红灯 期间 前妻为她诞下一子及一女 离婚后 一对子女的抚养权却归妇房 林正英已决心将子女送往美国留学 计划到子女长大后 自己已移居美国养老 离婚后 林正英与袁穹丹在亚洲电视 因合作拍摄《僵尸道长》而邂逅 并成为袁穹丹的追求对象 最初 林正英因为觉得自己年纪不小 并离过婚而拒绝了袁穹丹 但他们俩最后亦产生了感情 与1996年初开始交往 袁穹丹本以为他们俩会携手共度余生时 林正英却突然告知要与她分手 袁穹丹不能够明白 也不能接受 直到林正英身患肝癌的消息被媒体爆出 她才明白林正英的深意 她只是不愿拖累她罢了 1997年11月8日 正值事业巅峰的林正英因肝癌晚期 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享年45岁 据传 当时林正英住院时 不管是与前妻生下的儿女 好友洪金宝 还是袁穹丹 她都不愿见 直到临终前才打给洪金宝 告诉对方 别让人看见我的遗体 对此 外界议论纷纷 甚至传出许多传说 但实际上 她只是因为不想让亲友们看见她憔悴的模样而已 林正英的离去不仅是她与袁穹丹的爱情结束了 更是中国香港僵尸片《黄金时代》的一个终结 她的一生并不顺利 从跑龙套到成为真正的演员 这一路的颠沛流离与艰难苦险 或许只有她才能描绘出 不过幸运的是 林正英的僵尸片至今还被世人流传 他们带给了我们无数的惊喜与欢笑 在我们的心中 九叔的形象永远非她莫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